那些钱本来就是在 定货进货的时候 苛扣下来的 现如今有个夫人 跟那个梁砖员已经闹翻了 散房连生意都没得做 哪还有机会进货定货 娘他还真是强义 连砖员都敢得罪 你倒是劝君太太 连大少爷和姨奶奶都劝说不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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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坐得小心一点 不被那个梁砖员发现就是 可以试试 我这就回去跟老夫人说 那个江老夫人 如今可老实了 怎么了 属下已经按照您的吩咐 去警告过跟江家散房 有生意来往的商家 可那个江老夫人 也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 他们竟然还在暗中进行交易 怎么不早说 属下也是刚刚得息 看来不给他来强硬的 他是不知道我的厉害 杜副官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专员手遇 经查 江家散房不听劝告 几次三番违反专员特令 坚持与奸商沈希莲交易 实属妨碍公务之重罪 上述情况已经查实 特下此手遇 立刻逮捕江家散房之主 南京国民政府专员令 老夫人 你看清楚了 欲驾之罪 何患无辞 来人 走 带走 慢着 我才是江家散房的主人 你们要抓 就抓我 庭安 儿子从来就没有提名分担过什么 今天就算是尽孝了 可你的病才刚好 怎么征得住牢狱之苦啊 杜副官 我去 娘 与沈家买卖竹子 本来就是我的主意 如今因此加罪江家 当然应该由我来承担 我不能让你们为了沈家 为了我 而受到牵连 真新鲜 你们家连坐牢都有人抢 不过专员手遇以下 不是什么人都能随便代替的 梁庄园的手遇上 并没有指名道姓啊 而且你们这么做 无非是为了给江神两家施压罢了 以我的身份 难道不是最合适的人选吗 把我带回去 你在梁庄园面前 应该只会有功 不会有故吧 来人 把杨洞雪带走 是 东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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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不能眼看他们把东雪带走啊 你赶快找人救他 我知道我知道 该找人找人 该花钱花钱 不能让东雪在牢里受罪啊 你放心 先不要慌乱 娘一定会想办法的 大少奶奶 您有什么吩咐 现在娘和廷恩 正在想办法救养东雪 你赶紧找人偷关系 切记除掉养东雪 大少奶奶 你真是要杀人哪 这个女人 不光抢走了廷恩 还抢走了我在江家的风头 我不能让她活着 如今老天助我 我不能错失两计 我要让她彻底从廷恩的视线里消失 杀人可是要偿命啊 我不敢 我不敢 你若是不去 我就把咱们俩的事逗出了 当时做大劳的人 就是你 大少奶奶 您就这么恨你奶奶吗 马上去吧 是 这 我给杨冬雪送饭 还是让我带进去吧 可是 给我吧 哦 好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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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同学 赶吃饭了 这是你们家人给你送的 谢谢 不许起来 没用来无朝啊 将来做了鬼 也千万别来找我索命 去找那些害你的人吧 放车言之命 许谁养肚穴 杨同学 你怎么了 有人要害我 幸亏你来得及时 你怎么样 没事吧 没事 怎么回事 那你跟我走一趟 �aty 早就听说你的经历了 如今一箭 果然不一般 你脖子怎么了 没什么 刚才有人 想要置我于死地 你怀疑是我 没有 你没有理由要杀我的 而且 你堂堂一介专员 杀人 就像碾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 不需要用这么卑劣的手段 我也早就听闻您的大名 只是没有想到 竟然是相貌 如此清秀的一个女子 你果真是一个奇女子 在这种情况下 还能有如此冷静的头脑 不感情用事 真让我配合 我现在有些明白了 为什么江沈两家 都对你那么疼爱和器重 我也只是尽我自己的本分而已 这是我不明白的事 现在你已经不是沈家的媳妇 你又为什么 替沈家强出头 替他们担责任呢 对我来说 沈家永远都是我的家 沈老爷 就像我的亲生父亲一样 所以 为他们做任何事情 我都是心甘情愿的 好 我很敬佩 你这种重情重义的人 只是沈家 现在是政府要查办的奸商 会年累你 和你现在的婆家 只要你愿意说服 江老夫人放弃与沈家的交易 我绝不为难你 马上放给你 娘做生意一向有她的道理 我只是江家的媳妇 我没有什么权利 在她面前指使花家 我看你在江家 可不只是媳妇那么简单吧 娘 姚镇长来了 姚镇长 您怎么有空到我们散房来了 快请坐 快上 请坐 是 不用客气 有什么吩咐 您托人捎个信来就是了 何必亲自来一趟 让我心里怎么过意的去呢 江老夫人 您派人送来的这个 我实在是不能收啊 江老夫人 您别误会 不是我婆您的面子 是这事我 我实在帮不上忙啊 这个世道没有王法了吗 仅凭他官大事大 别人想怎样就怎样了 大少爷 这话也只能在这儿说说 出去给别乱抢 若是被别有用心的人听去了 那可不得了 不得了 江老夫人 实在抱歉 我就先告辞了 您慢走 平安 送客 姚镇长 请 你跟沈家 到底有什么仇怨 会让你一个堂堂的政府官员 如此纠缠不放 你大胆 沈家一向是最有规矩的生意人 也从来没有跟任何人 有个成员 华盖房的口碑更是人人皆知 你凭什么说沈家就是奸商 为什么要逼得沈家老小 靠卖竹子为生 难道你一定要看到沈家的人 露宿街头 沿街乞讨 才肯善罢甘休吗 你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吗 你太放肆了 今天你我的这番对话 从头到尾 你都在假公济私蓄意报复 你一个堂堂的政府专员 仗着自己的权势一手遮天 你就不怕我到上面去告你吗 就算我出不去 姜家沈家也都不会坐视不理 你就不怕你的恶行 有一天会大白于天下吗 来人 把他给我押回去 转员 你去找沈系列 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他 属下明白了 来呀 玉宗大哥 来呀 玉宗大哥 你尝 来 好好好 老爹太客气了 我这心里实在感到过意不去呀 本来拿人钱财 来 替人消灾 谁想到 班楼上杀出了个梁专员 非要提审的杨东雪 这就 要不这样吧 我把你给我的钱再还给你算了 不不不 您已经尽力了 那个杨东雪能侥幸逃脱 那是老天爷不收他 您别往心里去 今天咱们只管喝酒 来来来 来我说兄弟 老爷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 把钱啊 呀 来来来来来 哈 你 我 此处 呀啊 他们 他 是 雅 宅 Clay 伯母 我 你 已经办妥了 你真顶点 这件事 你不说我不说 不会有第三个人知道的 我 我这 我心里发慌啊 你是没见到那个人 当时那副模样啊 那 那是太可怕了 别说了 只是让杨东雪 就这么逃过一劫 实在是太可惜了 沈老爷别来无恙啊 你们还真是阴魂不散 我到什么地方 你们都能把我找到 我今天来 是给沈老爷带个消息 说吧 你那个主子又想到了什么 不是专员 是杨东雪的消息 有兴趣听吗 东雪 他出什么事了 他因为您与江家买卖竹林 被关进大牢了 好了 消息我带到了 不打扰了 告辞 我 没有 我 让你赶紧 来 我 扶你 去 我 我 你 你 要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我 我想好了 我明天一早就去牢里 把东雪换出来 我是江家唯一的男人 我不能袖手旁观 你能这么想 娘心里真的很高兴 我一直担心 你会像你爹 一辈子为情所困 不知道长进 不知道替江家担当 现在看来 你比你爹有出息 江家需要你这样 顶天立地的男人 娘 您放心 从今以后 我绝不让您和东雪受苦 我已经派人去省城了 不论花多少钱 娘一定会救出东雪 绝不向那个梁砖员低头 东雪 真是个有情有义的好人 这时候 还能甘愿为沈家坐牢 江老夫人也不简单哪 不是那种建立忘义的人 跟老爷您一样 也是个有骨气 有气节的人 我们沈家欠难的实在太多了 我得赶紧去一趟江家 老爷 要是我们断了和江家的生意 那以后一家的生计可怎么维持啊 天无绝人之路 咱们再想办法吗 为了我们牵连江家 牵连东雪 我怎么能够安心呢 若是江家 果真撑不住了 他们老夫人一定会跟您说的 如今江家都不为所动 您干嘛主动上门呢 说不定 人家江老夫人有办法可以顶过去呢 她要是有办法 东雪现在还会被关在大牢里吗 你不要多说了 无论如何我要去一趟 沈老爷 请 沈老爷 老夫人 您怎么来了 快请坐 好 上茶 是 江老夫人 我想终止交易 不再供应竹子给江家散房 您都知道了 陈盟江老夫人不弃 宁可与梁盈为敌 也要坚持和我们沈家合作 可是梁盈所做的一切 都是针对我沈西连 我不能让江家无端受累 咱们既然是同行 又是买卖双方 本来就应该同声共气 共欲外敌 她一个黄毛丫头 不能把我们江家怎么样 沈老爷 不必放在心上 我知道 江老夫人 并不惧怕梁盈 可是冬雪是无辜的 沈家不能再欠她的了 我想放弃与您的合作 我想放弃与您的合作 也并不是因为畏惧梁盈的压力 而是心疼冬雪呀 我想 这恐怕是尽快救她出来的唯一办法了 沈老爷对的 沈老爷对的冬雪 果真如亲生女儿一般呐 沈某在这里得向江老夫人道歉 为了我 让江家散房 江家媳妇 无端受牵连 实在是对不住 您太客气了 你吓死我了 大少奶奶 人吓人吓死人哪 我怕什么 我 不是 我 大少奶奶 现在警察局开始调查狱卒死因了 我是天天晚上都做个祸梦啊 不是狱卒来锁我的命 就是老夫人在审我 我睡觉都不开关灯啊 还是赶紧收手吧 别再坐下去了 瞧你的熊样 你别忘了 现在收手来不及了 人可是你杀的 那是您惹我杀的 你有证据吗 大少奶奶 你可不能这么害我呀 你放心 只要你不说 不会有事的 我们现在 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只能加紧实施我们的计划 敛财走人 在那里 爹 娘 我回来了 是沈老爷主动放弃了 跟江家的买卫才把你救出来 爹 我在里面没事的 梁盈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 可是你现在放弃这桩买卫 让沈家老小怎么生活呀 只要你平安回来 爹就放心了 爹有办法养活一家老小 你不用担心 属下已经按照吩咐 把杨冬雪放走了 虽然咱们这次用杨冬雪 牵制了沈西林 逼得他不能跟江家合作 可只要他手里还握有那片竹林 照样可以跟别家做交易 专员的意思是 若想让他低头 就得想办法把那片竹林弄到手 依我看 干脆把那个沈西林抓了 不就一了百了了吗 你懂什么 我就是要一点一点 夺走沈西林的遗弃 让他受尽折 生不如死 严征有消息了吗 有了 听说 他是在公事之余 私下调查沈静天的死因 说起沈静天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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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确有些蹊跷 的确有些蹊跷 你说他不过是一个官府里的文书 以他的性格 应该不会有人结约 应该不会有人结约 怎么好好的就让人给暗杀了呢 请用茶 来 来 嫂子 冬雪 嫂子 你可一定得救救你哥呀 你哥他就要死了 我 我哥怎么了 我们全家可都指望你了 冬雪 嫂子 你这是干什么 快起来呀 快起来 你坐下到底怎么回事啊 你快讲讲我听说 你改嫁以后 你哥真的把毒给借了 他在集市上买了个松花餐子 家里日子还算过得去 可是 有个姓真的少爷 是出了名的混蛋 三天两头到你哥摊上奢账 一来二去的 就是不小的一笔钱 加上我天天唠叨 真少爷奢账的事 你哥便去要钱 没想到那个姓真的混蛋 他不但不给钱 还仗着人多 对你哥又打又踢 真少爷的娘 怕闹出人命来 就出来拉架 不知道是谁 一把把老太太给推出去 那老太太一头磕在桌角上 当场就磕死了 那个姓真的混蛋少爷 当时他就告了官 硬说是你哥 故意把老太太推倒磕死的 你哥他有口难辩 姓真的他在官府有关系 当场就给你哥判了死刑 求后问斩 东雪 你可一定得想办法救救你哥呀 我们全家可都指望你了 能不能用钱跟对方死了 可是我们哪有那么多钱呀 咱们可以一起想办法 总比眼看着我哥被冤死的墙啊 哪有那么简单 他就是想让你哥当陪葬的 你哥是冤枉的 我知道 我哥现在人在哪儿啊 在咱们家镇上的大牢里 嫂子 你先别急 我去收拾一下东西 跟姜老夫人告个假 我就跟你回去 你在这儿等我啊 娘 这是我从娘家带回来的新茶 您尝尝 好 嗯 还有事吗 娘 冬雪的娘家人来了 您知道吗 嗯 我知道 好像是 冬雪的大哥 摊上了人命官司 冬雪现在 和他嫂子 正想办法抽签私了呢 冬雪娘家那么穷 到最后 还不是得 向娘借钱 你听得倒是很清楚啊 娘 我也只是 我意中听了一耳朵罢了 她倒真不客气 一会儿帮沈家 一会儿帮娘家的 我看她的心啊 根本就不在咱们姜家 娘 我是冬雪 哦 进来 哦 姐姐也在啊 娘 我娘家出了点急事 想跟娘告个假 跟嫂子一块回去一趟 哦 既是娘家有事 回去看看也是应该的 哦 有什么需要将驾帮忙吗 谢谢娘 冬雪只求娘 能多宽限些时日 帮娘家把事情彻底解决了 再回来 是遇到麻烦事了吧 有老娘挂心 确实是有些棘手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你尽管说 不用了 冬雪自己会处理的 谢谢娘 既然是这样 你就即刻动身吧 有事情烧个信来 别忘了 你是江家的媳妇 千万不要把自己当成外人 谢谢娘 那冬雪告辞了 早就跟你说过 做好自己的事情才是本分 是 娘 我知道了 警察大哥 警察大哥 我想找一下严征严警官 他不在 出公差了 那他什么时候回来 这可说不准 那怎么办呀 嫂子你别急 先带我去看看哥哥吧 那咱们走吧 好 娘 什么事啊 娘 你也不问问他娘家 到底出了什么事 让他一个人回娘家 我不放心啊 他也没跟你说吗 他不愿意说 我也不好问哪 万一是什么不好的事情 岂不是让他难堪 娘 有人想害冬雪 冬雪在牢里 险遭毒手啊 是梁营吗 是一个狱卒 想要类似冬雪 幸亏梁营突然提审 冬雪才免遭毒手 是 是冬雪告诉你的 他不是刻意跟我说的这件事 只是讲到这几天 他在牢里的经历时 偶然提到了一句 可我实在想不明白 梁营只是针对沈老爷 没有理由害冬雪啊 老夫人 我大嫂子了 我走了 曹海 你在大牢里可有认识的人 没有 您 您怎么想起问这个了 姨奶奶在牢里差点被人害死 这事你知道吗 不知道 不知道啊 不 我真是不知道 你怎么了 我没怎么呀 我 我主要是 一听说这事吧 我这心里就害怕 为姨奶奶担心 你去忙吧 老夫人 您要有什么吩咐 我就叫人去办 算了 散房的事已经够你忙的了 这件事还是让廷恩自己去查吧 你出去吧 好 庭恩 有话进屋说吧 来 听说冬雪的哥哥入狱了 是真的吗 你来找我 是为了杨冬雪的事 她的事 你干吗问我 你不是爬窗户都听到了吗 告诉我是不是真的 听她嫂子是这么说的 还说什么了 还说需要一些钱 庭恩 庭恩 你我结发夫妻 十年了 可是你从来都没有正眼看过我 没有进过我的房间 你的心也太狠了吧 我是做过错事 做了对不起你的事 做了伤你心的事 可我那都是因为在乎你啊 总让我有千错万错 我总归还是你们江家的大少奶奶 秀秀的娘 你难道打算 这辈子都不肯原谅我吗 冬雪在牢里的遭遇和你有关系吗 最好没有关系 否则的话 你将不再是江家的大少奶奶 不再是秀秀的娘 天文 好 谢谢 哥 哥 哥 我是冬雪啊 哥 哥啊 冬雪 哥 哥 你 你来干什么 快回去 冬雪是来帮咱们的 谁让你把冬雪给找来的 你让我这个荡哥哥 连王男哥 你还嫌我们欠冬雪的不够多吗 除了冬雪谁还能帮你 难道就让我眼睁睁地看着你被冤死吗 嫂子 哥 你别怪嫂子 你已经是我唯一的亲人了 难道你就忍心丢下冬雪 这样不明不白地被人家冤死吗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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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哥哥对不起你 对不起爹娘 哥 哥哥哥对不起你 哥 哥 哥咋不说这些了 嫂子已经把事情都跟我说过了 我只是想问问 朕家老太太的死 真的跟你没有关系吗 我对天发誓 我根本就没放那个老太太 我当时被那些人打倒在地 我根本就没有还手的能力 是她儿子 见老太太碍事 一把把她推开了 睡成响 这片片刻在了桌角上 那还有其他人看见吗 哥 哥你别灰心 我 我在想办法 冬雪 算了吧 他们真假在官府里有人 咱们家没钱没事的 这就是你哥的命啊 大少奶奶 平人找你了 是 让你给杨冬雪送钱 是 平人对这个女人也太上心了 大少奶奶 老夫人已经过温欲足的事了 这个事情 一定是她拿这件事 到娘面前邀功去了 她是为江家做的了 她想让你和平人念她的好 她可真会钻影 老夫人说大少爷已经调查这件事了 那个狱卒不是已经死了吗 你还担心什么 提使查到了也是死无对证 只要你咬死了说不知道 她能拿我们怎么样 是 您是不用天天跟老夫人打交道 我是天天跟在她的身边 天天心惊胆战 浑身不自在 是 害怕 那就赶紧捞钱 把钱弄到手 咱们能走多远 就走多远 是 你手脚利索点 我在这个家 已经呆够了 是 对 嫂子 我哥不会有事的 我不是已经拖人了吗 嫂子 我是颜征 嫂子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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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我哥的事有消息了吗 嫂子 您托我办案的事情 我已经让兄弟们打听过了 真家跟这里的警察局长 私交很好 他们都知道 杨大哥是明摆着被人冤枉的 可还是把上上下下 都打点好了 分明就是想要置杨大哥 于死地呀 你是说 根本没有犯案的可能了 也不是没有可能 兄弟 你快说呀 只要能救出我男人一条命 让我做什么都行啊 是啊 除非 除非我们能找到更大的政府官员 替我们出面 从上面往下查 这不跟没说一样吗 像我们这平头老百姓 怎么会认识当官的吗 我们要是跟当官的有交情 别说你大哥没杀人了 就算你大哥杀了人 他们也不敢拿我们怎么样啊 现在官官相护 真的没有老百姓 能够伸冤说话的地方 颜政 你刚才的意思是说 只要能找到更大的官 比那个警察局长还大的 就可以替我哥翻案 就可以重新再查是吗 东旭 你认识当官的 我只是想到一个人 谁啊 梁盈 那个欺负沈家的梁专远啊 嫂子 你怎么会想到她呢 她怎么可能会帮我们的忙 梁盈是我认识的最大的官了 连乔县长和马局长 都要对她礼仗三分 这个杨家庄的警察局长 就更不在话下了吧 她是政府的官员 谁会跟她过不去呢 再说我哥这个案子 本来就是冤枉的 如果她可以帮忙 替百姓伸张正义 这事要是传出去 对她也是件好事啊 话是这么说 可是她从来都是跟沈家对着干 怎么可能反过来帮我们的忙啊 不管她帮不帮 我们都要试一试啊 这是救我哥唯一的办法了